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都日日夜夜 寻出快乐 去赚钱 做工 打工 去学习 上大学 这些通通目的是得到快乐 不要痛苦 所以其实这些快乐是短暂的快乐 为什么说短暂的快乐 因为你所得到的快乐会变成痛苦 会变成不快乐 所以这个大家都有记忆 什么样的你的目的快乐 你得到那一天开始 就是一天说不定蛮大的快乐 第二天说不定还继续 到一个地步一个礼拜 或者一个月一年的话 就是你第一天的快乐没有了 完全没有了 下降了 不过下降久了以后 这个变成一个痛苦了 变成一个压力了 变成一个障碍了 通通是这样子 通通是这样子 所以佛佛叛图了 叛图 叛了解 寻求的人 我们一般凡复人 凡复的众生 寻求的这个快乐 完全不是一个究竟的快乐 不是一个长的快乐 所以物质上面的快乐 寻求通通是第一无常 第二它不会爱你真的满足一切 这样的时候释迦牟尼佛 那有没有快乐 当然有 这些不是快乐的话 那是什么叫究竟的快乐 说的时候 祝佛和祂的经验 要调复您的烦恼 慢慢慢慢得到一个快乐的话 这个快乐是不变的快乐 这个快乐是永久的快乐 如果你的烦恼 调复越来越好 烦恼越来越减 烦恼越来越低 烦恼的力量越来越小 烦恼出来越来越少 总有以前可以断掉 灭掉一切的烦恼的话 那就是究竟的快乐 你的贪生者 唯独的烦恼 所有的总有以前可以灭掉 断掉的话 那你本人得到解惑了 所以这个更烦恼没有烦恼 使得快乐 我们人间的什么快乐 都一不上千千万万的一部分 解惑的快乐 解惑的快乐 无法讲一讲的 讲不出来 只有自己的经验 所以那个快乐 所以释迦牟尼佛的目的 就是希望得到所有的同事 那个快乐 所以那个快乐 有的话 你再也不会来生劳病死的痛度 你看一切都come over 这些痛苦再也不会发生了 在您的身上 这个生劳病死的痛苦 唯独的所有的痛苦 所有的痛苦 你看我们人间里面 大的是当然生劳病死的痛苦 但是不死这个的痛苦 也有很多啊 食业不酸啊 家庭不喝啊 有各种各样的痛苦 有各种各样的痛苦 所以这些痛苦 你得到解惑的那一年开始 再也不会重新买得 所以你看这个快乐 值得你去学 值得你去修 值得你去听 其实你 就是时常生活当中 忙你的家庭 忙你的事业 但是时间不多目前 但是也处处了几个小时 每天都要车了 这个方向之道 这个上面 有脚踏实地的 走一步算一步 走一步算一步 这样子的话 这一生可以达出了一个基础 然后下一次 可以这个基础上面 慢慢可以继续上去 继续上去 感谢观看